大家好 今天的唐商案件呢 在舆论上 在中共的对这件事情的处理上 有一些新的发展 这件事情呢 我说过这个是不会有争议的 因为这些地痞流氓 本身就是这个中共的外汇组织 也是他们的合同工 也是他们的用得上的人 是跟他们在一条裤子的 他怎么可能对他们处理 更多的信息表明 这几个人真的很不一般 首先这些外逃 都是开着的奔驰的麦巴赫 都是顶级豪车 然后居然能够在疫情控制 这么严的时候 从唐山一流烟跑到江苏去了 他能做到这一点 就相当不一般了 这就说明底下有很多的基层组织 这种公安 这些控制的政府机构 都给他们开绿灯的 他们配合得非常非常的好 我相信中共 它的国家机器已经运转的特别 已经很娴熟了 他们内部的人是知道这些的 包括公安的人 他们都非常清楚 而且中间甚至 揭露出来一个打人者 他本身就是 他穿着公安的衣服 他暴露了 他有可能就是警察 所以警察在这个层级上 警察和地痞有区别吗 没区别 但是中共是怎么应对这个问题呢 今天出来的最新动向是 中共要搞严打 至少就是他借着这件事情 借着这件案件 他在在把这个事情 导向一个非常非常险恶的一个方向 整个这个事情来说 有的人认为这件事情是中共炮制的 说是用它来转移 对疫情的什么的视线 什么的 我倒是不同意 因为这件事情太恶性了 而且这件事情带有一定的偶然性 这种事情 可以说是每天都在中国的某个地方上演 这种事情屡见不鲜 在中国每年因为这样 被打死打残 受到冤屈的人特别的多 你比如说就是唐山这一件事发生了之后 针对这几个人 你就能抓出一堆事情出来 这些事情都没有曝光的 或者说都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的 而且受害人还都是各种各样的都有 也就是这几个人 这几个地点 这几个事 就这个地方的事 他都能拿拿找出一堆来 更别说别的地方 所以说中国每天都在发生这种事情 这是很自然的 但这件事情它有点巧合性 它就正好撞上了 然后正好就符合了网络 这个网民的某一个共振的地方 它就碰巧被共振起来了 这种事情的传播是有一定的巧合性的 但它具备了一些元素 就是说她受害者是个年轻女性 而且特别惨 结果有可能要被打死的这种程度 而且整个视频都在 这个非常的清楚 而且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 地痞行凶的一个过程 这种地痞行凶 我想每一个中国人都不陌生 这种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在他们身边 所以它引起了极大的共鸣 这件事情绝对它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但是中共在操动这件事情上的时候 你看刚刚舆论上有各种不同的导向 一会儿又说这女的可能也是有问题 有人会把这个就导向女权 说是这个男人对女人歧视 就把这个搞成这种性别冲突 这都是中共在搞的不同 在尝试的办法 想把这个话题给它引开 想把别的因素给它加进来 最终的目的就是削弱 这件事情对它的基层的 以及对它整个共产党的冲击 对它的制度的冲击 但是实际上随着这几个人的身份越接越多 越来越多的余认 老百姓就认识到这个事情 你处理这几个人根本就没用 一个治标不治本 你的本就是谁保护着它 保护着他们 谁是这几个人的保护伞 比如说有幅画 就是一个黑恶的地痞 满身狠肉的地痞 打着一把伞 很舒服的 很高的惬意在那溜弯 然后手里托了一个烟烟稀的女子 这女子身下全是血 这血托出来的字迹就是两个字 盛世 所以像这种漫画 它已经指的很清楚了 这个根子是在谁身上 是谁在保护他们 而且大家也认识到越来越多的人 认识的非常清楚 建议勇为已经早就被清零了 比如说 为什么作为这些人不敢去 不敢去帮忙 大家怕的不是这些流氓 而是这些流氓 自身后的制度 身后组织 就是身后的共产党 这是大家最怕的 我想越来越多人都认识到这一点了 中共它当然也知道了 这些事 这个风筝删起来 对它肯定是不利的 所以你看他们做的是什么 他们就在把这件事情 往另一个方向倒 这个舆论就开始偏向于 就是说老百姓现在期望着 来一次严打 而且中共的各个县 在很多地方的县市 这些公安 都已经开始要进行表演了 就开始骑着摩托 开着警车 在街上晃荡了 就到处去巡逻 展示他们的威力 就是这种 他们恰恰把这方向搞错了 他们应该严打什么 严打 80年代初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发生的严打 那是针对 几乎针对中国人 当时的年轻人的一个 一种 咱们现在看来吧 是一种 疯狂的一种滥杀 是一种 不问三七二十一夜 只要能跟你套上一个罪名 就把你枪毙了 我小时候看到 每天 一个星期好几回 都贴告示 每一个告示就几十个人 每个人都 都画一个红框 或者画打着红杠 就枪毙了 而且那些人还要去游街 还要 其实那个时候 很多的这种 所有的罪犯 去枪毙的这些人 都没有犯 什么法 都是非常小的一些事 就在我住的院子 离我们家 也就是不到一百米的 一排平房的一家人 他们家的儿子就被枪毙了 就这件事情 当时 那个就发生过 那样的事情 那个时候是因为 中国老百姓刚刚吃饱 刚刚把温 这个温饱解决了之后 脑袋开始活跃了 刚刚国门打开一小条缝 很多国外的东西就引进了 那个时候戴着蛤蟆镜 提着收录机 穿着喇叭裤 在那跳 他有的时候 肯定有耍流氓的情况 治安的确也不是很好 那时候 但那个只是一个幌子 那件事情之后 治安就好了吗 是因为当时邓小平看到 中国老百姓 这个思想怎么活起来了 怎么什么都敢想了 现在你们吃饱了 是不是 你们不怕共产党了 是不是 就大开杀戒 当然同时也挑动了 在那个中越的那个战争 中越战场上又把好多政治年高中生 刚刚毕业着都送到战场上去打死了 用那种方式消灭了很多的中国当时 那个年纪的年轻人 就是他们呢 在中共看来他们是有一点不稳定因素 所以呢 中共实际上是对 他 你任何人啊 你都很难去想象 一个国家的这个一个政党 还是来源于这个 他们都是中国人嘛 他跟你同文同种 大家都是同年 都是同一个血脉的 几百年前都同一个祖宗的 几千年前 这样的人 他们对中国人是太狠了 他的脑袋打的这个算盘就是怎么样整理 首先是吸你的血 割你的韭菜 然后呢 是你要死了之后 把你盘剥的干干净净 最后你当成肥料 最后 如果你表现出 他觉得自己地位有点不稳了 他觉得这个社会有点动荡了 他就有可能对 对你 他们的同胞 就是动杀戒 他说这个严打这两个字是很恐怖的 严打里面 严打有几个标志 就是 没有法制 不 就是随便草草的审判就可以了 而且这个公安公监法的权力特别的大 而且基本上中国当然 就是老百姓就是一点人权都没有 说老百姓现在已经没有人权了 现在唐山这个重案 发生恶行案件 发生他体 他表现什么 他反映的正好是因为中国没有法律 我上个视频说了 大家可以 有空 有时间的话可以听一听 就是因为中国完全没有法律 就是因为这些地痞流氓 全部都是这些公典法 公安他们圈养的 就是因为这些公安在后面坐后台 这些政府基层 政府共党在后面给他们坐后台 导致了这些 这些地痞流氓 无法无天 对一般老百姓 这个可以说是 任意的凌辱欺压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 而你严打之后你更剥夺大家的任何的法治 你严打有法律吗 那个时候根本就不经过任何的正常的审判 可能连律师都不可以跟你请 就可以判死刑了 而且同时你又增加了这些公安公典法的权利 恰恰这个问题就出在公典法上 要严打你首先得严打政府 你得严打共产党本人本身 你得严打你所有的一些基层主 不光是基层主 你的这些中层的高层的所有人 在我看来 他共产党就是一个最大的黑帮 黑社会 他严打什么 黑社会严打 他是会打自己吗 所以他这个是一个撒气层等等的威胁 而且不是一件 这个是真的是特别特别险恶的一件事情 他可以借这个案件 把宣起一场运动 这场运动就会把这些不稳定的人 他觉得有些人不稳定 借这个事情把他们除掉 根本就不给你任何的正常的法律权利借口 就把你关起来或者直接处死 同时他还想给普通老百姓 给所有的中国人一个活生生血淋淋的教训 就是说 因为他感觉要乱了 他感觉这个世道要变了 他感觉他的统治出问题了 这个时候他会告诉大家 你们得小心着 你们如果不听我的话 我就是格杀无论 我就给你搞一场 严打 是 我的严打就是说 我们要为大家消除这些黑药势力吗 谁是黑药势力 他说了算 只要煽动这个世界上 这个社会不稳定的 只要怎么着 怎么着 他就可以把你抓起来 而且这个过程当中 他使用的那些人 就是这个案件中的这些罪犯 这些罪犯将会成为他的得力干将 去严正 名正言顺的去 对于普通百姓 愈杀愈夺 而且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他再也不会有互联网爆出来 他就给你 比如说如果发生同样的这种事情 他就可以说 这个女的是个女流氓 这几个男的是执行公务 这次要去抓捕这几个女流氓 怎么着 这个女流氓是让他可以 安插很多的罪名 把他往他身上泼脏水 然后呢 让全民 他开动他的宣传机器 让所有人来声讨这些 所以到时候是流氓当政的时候 所以 唐山的这个案子 他非但不去处理他的基层 他非但不去 打掉这个流氓的保护 护散 他还要反其道而行之 这说明他们真的感觉到有大问题了 共党在他自己真正觉得 他的统治出现大问题 这个社会要乱的时候 他感觉社会有可能乱 所谓的乱的意思 他没有这个实力 他没有这个金钱 来把他的这个整套系统 维持的特别好 他没有这套金钱 能让他的这些 底下的这些狗腿子 或者这些爪牙 不服服帖帖的 有足够的钱挣 他不去 直接就从老百姓身上去 去抓去抢 这个时候 他自己的队伍都难带的情况下 老百姓就可能 有可能就会 不服了 老百姓的不满也会一日俱增 因为老百姓 他会承受所有的 这种经济的压力 最后你失业 最后你所有的经济损失 都是由老百姓来买单的 所以他们会 有可能有人会吃不上饭 所以大家就会存在一种情绪 就很不满 对共党 而且现在这个资讯发达 情况下 大家只要这个事情 能够公开辩论 他不 他没有办法完全控制 这个舆论的情况下 比如说 唐山这件事情 大家就会很快的得出结论 共党才是这一切 根本原因 那最后他就会矛盾转向他了 所以这个时候 他感到自己有点不安全了 老百姓开始有点 明心思变了 他就会下手了 这种下的这个手 一定是杀手 一定是动杀戒 他就会冠以 严打 这个名声 所以 这一次唐山事件很有可能被他作为一个机会 以这个事件为名 就像几年前 那个蔡奇 在北京那个市委书记蔡奇 驱赶第一端人口一样的 他那个案件是他自己弄的 他到低端人口聚居的一个房子里面去放来把火 他派人 制造这个火灾 当时火灾之后 死了一十几二十几十个 那个外来务工人员 这个时候 他非但不去改 改变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条件 去抚慰那些还直接把这些外来务员全部 几天之内全部清走 叫做美其民员清理 低端人口 打的这个口号是 低端人口在北京的这个居住条件太恶劣 他们有可能会失火 所以所有的这些地方全部不能住了 把他们行李全身的接上去 然后把那些房子全拆了 当时的目的是因为经济急转直下 北京当时有非常多的打工者在附近 他怕这些打工者找不到工作 影响到党中央的安全 就把这些人惯以低端人口 你看低端人口这种 带着这种歧视性的这种说法 居然能够登上共产党 正式文件 真正能够成为共产党政治的政策 全部清理走了 他用这次也会一样 唐山的这次案件 对他的愚人来说是很不利的 他如何把这个不利利用起来 他很有可能做这种利用 他从这一点上讲 他要挽救他自己的地位 他会对老百姓 我们可以看到他真的对中国人 共产党对中国人真的太狠了 他直接就下杀手 如果过一段时间开始搞掩打了 那就是他的反应 就是他在利用这件事情做的事 但是我们从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出 共党的统治地位真的是摇摇欲坠了 真的是积极可危 如果他不到最后一个关头 他也不会这么做 然后这个是他的下下车 因为他直接就开始对平民百姓下这个叫做什么 下马威了 就是使出了这 他就想把你杀怕 他要杀一批人 他要枪毙一批人 然后让你怕 你知道共产党是不能惹的 你就是连做梦都不要去想 你将来成为中国的主人 你就该当个奴隶 就是这样 而且所有的中国人也应该醒了 这次 我觉得经历多少次 大家多思考 最后的结论你一定是很清楚的 首先 首先中国人根本就 不是中国的主人 中国就不是你中国人的 你中国人就是一个二等公民也好 低端人口也好 奴隶也好 都可以这么称呼 那个中国里面的国家机器 都是用来镇压你的 剥削你的 不是用来为你好的 他为你好的 他维持你的利益的目的 也是让你活条命继续跟他干活 跟他输血 而这些所谓的警察 攻减法 这个国家机器 这部分是维护共产党的 他纯粹是把你们当成敌人 任何时候 他们是有可能镇压你们的 他们是最后你们 他们是你们的敌人 你不要以为他们在维护你们 他可以保护你们 不可能的 你们就是他们的专政对象 然后这个时候 你要想想你的角色是什么 你的角色就是一个亡国奴 因为你没有自己的国家 当时说日本人在侵略的时候 都是 都说 怕哪天中国人变成亡国奴了 日本人侵略中国变成亡国奴 这个你已经做到了 中国人现在就是亡国奴 你这上面统治你们的 可能比日本还狠 还更不讲规则 我想这样大家面前的三条路就特别的清楚了 第一条路就像现在一样 像老鼠一样的活着 尽量的躲 尽量的逃 你肯定也不敢去叫做什么 自我防卫 震荡防卫 你也不敢 尽量的避世 我想现在绝大多中国人都是按照这个规则来做的 但是灾货降到你头上 你也没有办法 那这个老虎就是要吃羊的 你是作为一个羊 你早晚要被老虎吃掉 而且你生而为韭菜 死而当肥料 就这个命运 第二 尽量自己出去 送自己的子女出去 或者自己出去 离开他 离开他 你才能真正成为一个人 在国外来 你才有可能有规 有法律 这个地方 他真正的保护你的利益 第三点 就是你也走不了 你也不想当一个老鼠 那你就和你自从道合的人起来 你就跟中国共产党不共两 叫做什么 你死我活 就只能这样 只能这三条路 有他没你 有你没他 就这样 当然你要找机会了 可能那样才能真正的 中国人才能真正的站起来 成为自己的主人 好 今天聊到这 咱们下回再聊 拜拜